我離開了香港 一個人來到台灣讀書 引擎的聲音 滑破夜晚的寧靜 船上的燈 揭開了一天的罪局 海洋 是這座美麗島嶼的母親 也引辱了人民強硬的生命力 記憶在海上洶湧 在浪淚翻滾 意外地 我永遠都記得 那一股愚民的打拼精神 冬天的清晨 冷清的街道 吹著航風 明亮的月亮 和海上幾艘孤獨的船 有一群人正開始他們一天的旅程 他們就是海上敵人 我想他們心裏面並不是冬天的刺骨航風 而是家人對他們的期望關懷 出海 出海 是他們生存的方式 要抗得住風浪 耐得住生活壓力 除了時間的流勢 漁港的風華不減 反而還昇華出一種地道的特色 街道開始熱鬧起來 空氣中夾著了一點溫暖的微風 整條漁村都要活起來 大家回來了 今天豐盛的收穫 一一蛇客 看得出來 漁民心裏面是好喜悅的 這些要看天氣吃飯的行業 漁場裏面的販賣星似起彼落 對每一個出海的人來說 是因為 是感動 而我都好看他們開心 他們一手 把繩套在柱上 然後大力一拉 就把船固定好 結束了一天的工作 他們都期待 明天就像今天這樣 有豐盛的收穫 這一份精神深深感動到我 我想 無論做什麼行業都好 都要像這些海上的人 忙碌疲倦 都是快樂的 每一次出海 都是帶著信仰 和希望 不論現實生活裏面 有多少壓力 他們都是一如雨往的 出海逐漁 多謝台灣這些基層 表現出強硬的精神 令到我 喜歡了海洋 愛上 虎兒摩沙 你會變成天啊 我會變成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